大家好 我是沖先生 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俄乌战争不知不觉已开战了两年半 最近乌克兰反攻俄罗斯 令很多支持乌克兰的人都很兴奋 但我留意到少少暗涌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 美国多多少少对俄罗斯都有忌讳 第二 美国不介意牺牲乌克兰 甚至是扎连斯基 这一集就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Cho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间界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最近乌克兰发动反击攻入俄罗斯的境内 不但鼓舞了他们国内的士气 更加是增加国际盟友的信心 但同时亦有报道指 这场攻势亦为乌克兰带来巨大的风险 不但无法有敌转向 同时令到乌军的补给更加困难 恐怕成为双面人 而在这次反击中 对俄罗斯造成了自二战结束以来 国土首次被入侵的经历 入侵俄罗斯国土本来是对俄罗斯正式宣战 而这个行为无疑标志着 战争开始进入无限升级的通道 同时这次行动也测试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西方军事装备的底线 报道指乌克兰军方首次公开承认 乌克兰军队是用美国制造的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去摧毁俄罗斯赫尔斯克州的多座浮桥和工程设备 目的就是在这场大规模跨境入侵的行动中破坏俄军的后勤補给 在此要讲一讲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 原来其他西方国家的缓污武器是不可以用在俄罗斯境内 意思就是只可以用在乌克兰境内防守 是不可以用来进攻俄罗斯的 虽然至今俄军仍未收复失地 但俄罗斯也不是食斋的 去到今日国境被人正式入侵甚至出现西方武器的影子 这一次俄罗斯真是上火了 有报道指俄罗斯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 动用了200多粒飞弹和无人机 疯狂轰炸乌克兰15个地区 造成了7个人的死亡并且袭击了全境的能源设施 导致包括几乎部分地区在内的多个乌国城市出现断电断水 乌克兰空军指挥官米科拉 将这一次来自空中、地面和海上的袭击 描述为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西方国家 解除缓污武器不可用在俄警的限制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西方如果考虑准許他们提供的远程导弹 去攻击俄国目标是玩火 警告第三次大战是不会局限于欧洲 他说我们要重申这件事是在玩火 他们就好像玩火柴的小朋友一样 而这些行为对被托付核武器的成年叔叔依依来说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美国同不同意解除这个限制呢? 答案是没有的 针对扎连斯基的要求 美国五角大厦新闻秘书莱德在8月27日回应指 我们的政策是没有变过的 乌克兰被允许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去防御跨境的襲击 但是就不允许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深度打击 而且美国也对乌克兰反攻俄罗斯表示毫不知情 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 所以感觉美国多多少少对俄罗斯有忌畏 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 另外大家还记不记得被人炸的北溪管道呢? 北溪管道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和多家欧洲企业共同出资兴建 共同经营管理、受益也是俄欧双方 当时大家对谁是炸北溪的幕后黑手 谣言都可以说是满天飞 有人说是普京炸的 不过我相信这个傻仔都不会相信 自己占一半股份 也不可能亲手杀了一只会生金蛋的鸡 有人说是美国 你看看他当时缓污的武器力度和卖能源的账单 还有北溪在兴建时美国的大力阻撂 北溪被炸后前波兰国防部长发文 感谢美国摧毁天然气管道 甚至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在直播中说过 打倒这是美国的行为 也可能是与波兰一起做的 俄罗斯的调查结果也是这样说 没有美国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这个猜测也不可以说是不可能 也有人说幕后黑手是扎连司机 我觉得也不奇怪 令北溪断了怕俄罗斯停供天然气的顾虑 而全力缓污 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绝对是一个上上之责 不过这件事最近也有了新进展 而且信息是由嫌疑人之一的美国公布 有些似将责任推向乌克兰的感觉 美国《华尔加日报》指 这个是由私人企业资助的行动 扎连司机同意的计划 也曾经尝试叫停但最终失败 中央社引述《华尔加日报》的报导 这项炸毁传送俄罗斯天然气去欧洲管道的计划 是由事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劳之利监督 在俄乌战争近几个月后的2022年5月 乌克兰军事官员和商界人士 在聚会中有了炸毁北溪管道的想法 报导指出6个人直接参与这个破坏行动 这个计划大约需要30万美元 经费有人私底下赞助了 他们租用了一部游艇行驶到目标区域时 潜入水底对管线安装爆炸品 报导引述乌克兰官员的说法指出 扎连斯基一开始都同意这项计划 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后要求他停止执行 扎连斯基于是下令停止行动 而《华尔加日报》引述乌克兰官员报导指 即使如此扎劳之利仍然继续推进这个计划 而他亦在今年较早的一次人事变动中被撤换了 根据报导扎劳之利当时的回复说 这个破坏团队一旦派出便无法取消 知道内情的高阶官员说 扎连斯基接获情报后说 就好像如雷一样一旦向敌人发射无法收回 只会一直向前直到爆炸 《华尔加日报》联系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劳之利 他表示对这一项行动一无所知 并且强调如果有人说他对这事知情 都是纯粹挑衅 简单总结上面的话 话说乌克兰有班官员和商人想炸北溪管道 扎连斯基同意 不过美国知道之后就力挽狂难阻止 扎连斯基也尽力了 虽然军令如山 但当时武装部队总司令 违抗命令坚持执行 这个人现在被人换走了 不过这个人表示对这一项行动一无所知 再用简单的人话说 不关他们美国事我们做好人叫停 也不是阿基仔的错他都尽力了 我不知道俄罗斯和欧盟会如何理解这件事 对于正常人来说不难理解 很简单 你将事件中的国家名和人名换一换你就知道 如果明天普京同意一个袭击方案后来叫停 以俄罗斯总司令坚持执行 你会否入普京数 无论你怎样狡辩也好 你管不住你的人尤其是军方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你的责任 当然 这个故事 你无论信不信 接不接受也好 真实情况是怎样呢 我相信就不会有人知道 甚至现在看来 可能会出现一些永远要保守秘密的人 但这个对美国和北约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因为北溪管道 无论是一号线还是二号线 俄罗斯其实只是占一半的主权 另一半的主权是北约其他国家有份的 也就是说 炸毁北溪管道是等于破坏北约国家的重要设施 按照北约的协定 这个等于是对北约的入侵和宣战 而北约必须要共同讨伐破坏者 如果这只锅不交给第二个的话 难道要北约去讨伐自己的大佬吗 所以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 德国最终向波兰发出了一个通缉令 通缉的对象是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Z的嫌疑犯 并且认定他就是炸毁北溪管道的首要责任人 眼里的网友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名字好像很眼熟 扎连斯基的名字不是都是弗拉基米尔Z的吗 到底这个是故事创作的一部分 还是暗示真正的嫌犯是扎连斯基呢 这个又是否德国调查了两年的真相呢 当然如果德国知道这个不是事实的话 认为这个只是做长期配合的话 通缉令上写谁的名字都无所谓 不过都是那句都不会有人知道 反正现在美国公布的情节 无论是不是事实也好 的确是北约和美国一个很好的下台街 但对于乌克兰尤其是对扎连斯基来说 就非常不利了 因为他表示这一切都是乌克兰自作主张的行为 不过老实说 不推给乌克兰还可以推给谁呢 我看到的就是上面的三件事 包括乌克兰反攻俄罗斯 批准使用缓污武器进攻俄罗斯 和北溪管道被扎 都是美国承担不起又或者不愿意去承担的责任 现在全部都给了乌克兰去承担了 最后问题来了 第一 现在认定摧毁北约建设的是乌克兰 一个入侵北约的人可否加入北约呢? 第二 德国总理宣布 收服和重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合同价 是70亿欧元 还未计中间的经济损失 这个一定是天文数字 万一乌克兰战败的话 除了战争和刑事责任之外 这个经济损失怎么赔呢? 第三 美国为什么要在乌克兰入侵俄罗斯之后 割席去宣布这些东西呢? 到底是怕得罪俄罗斯怕被报复 还是觉得乌克兰气数已尽 准备牺牲它来保住北约呢? 因为现在的确看不到 乌克兰战败会对北约和美国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 反正我感觉 现在想乌克兰消失的绝对不只是普京一个人 因为以目前的状况看 他的消失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好像都是一件好事 当然乌克兰也不笨 开战至今已经多次传出他已经做好逃亡的准备 亦有报道指他在多个欧洲国家拥有房产 而且他的几十亿美元资产已经被成功转移 可以随时准备走路 听到这里的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认为北约到底是谁诈的呢? 德国要通缉的人到底又是谁呢? 美国为什么突然间和乌克兰割席呢? 俄乌战争最后你估计又会怎么结束呢?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你们的赞好和留言互动 会令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千万不要论识你们的意见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而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就多了个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